各位線上同學好 歡迎收看自然很簡單 我是Scott老師 今天我們要上的是 康軒跟男一2-3以後的席座的題目 我們先從康軒的題目開始看起 在寫這2-3的題目以前 同學應該都已經把課本都讀過一遍 所以我們會直接就切入到題目的本身 看到什麼東西 好再來 我們看那個在康軒席做2-3的題型 第19題 他說人類的生存離不開空氣 用途是乾燥空氣不含水氣的組成成分示意圖 請問夏立有關空氣的敘述何者正確 你看到這邊有個是假佔了78% 佔了78%的東西就是什麼 我們說氮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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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弹钉不是 所以A不对 那B他说钉气体不易发生反应 属于钝气 那也不对 因为这个钉的部分0.1% 他是其他所有的一些气体 包含像是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些氦气 奶气 氢气 水气 都在0.1%里面 那C他说 所以这不对 那C他说 点燃的现象 他在乙气体会燃烧的更旺盛 乙是氧气 那现象就是一般的像 他在乙这边燃烧更旺盛 对不对 答案对 所以答案可以选的是C 那猪他说 甲气体用于焊接金属 防止金属跟氧化生反应 这个指的是谁啊 应该是雅气 那雅气这边应该是丙材 对哦 所以也不是假 那猪也不对 所以答案选的是C 好 各位线上同学好 好 再来我们看那个第二试题 他说实验室呢 在制造二氧化碳气体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那个大理石 再加那个锡盐酸 它会产生二氧化碳 冒泡冒出来 好 哪一种方法收集的气体最理想 因为二氧化碳本身也是难融于水 所以这个时候要使用排水及气法 所以答案选的就是猪啊 那猪这个方法就称之为排水 把水排出来收集空气啊 叫排水及气法 好 我们看这个下一题 好 这是第二试题哦 他说 诱图呢 是实验室在制造氧气的装置哦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 同学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季头漏洞 看一下哦 这底下黑黑的呢 放的就是二氧化碳 它是一种缺化剂 可以让那个氧气可以大量的产生哦 这橡皮软管的接过来这边就是到水中哦 这个集气瓶里面本来都是水 那氧气跑进来之后怎么样 他就把这水给排出来 那这样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排水集气法哦 所以二十一天他说 实验室为了制造氧气可以选用下链哪些的药品哦 酸氧水需要哦 盐酸不用哦 这是做二氧化碳的哦 二氧化膜需要 当然没有它也会氧气耶 但是比较慢 有它会比较快哦 大理石用不到哦 所以答案选就是夹根饼哦 所以需要夹饼 好看那个二十二体 他说氧气呢 应该具有下链哪种特性才需使用到 这样的收集方式 为什么要使用排水集气法 那就是因为怎么样 注意哦 不是说氧气不溶于水哦 他是不容易叫不易溶于水哦 或是难溶 很难溶于水也可以 不易就困难嘛 所以答案选的是乙 注意这一个哦 不可以选说不溶于水哦 如果不溶于水的话 那鱼就是窒息啊 我们那个水中的鱼啊 他就是呼吸那个水中微量的氧气 才能够存活下去的 那你说氧气不溶于水 那鱼怎么呼吸 对不对 好那鱼是透过晒呼吸的啊 所以那个 他这边要选的是那个 难溶于水哦 或是不易溶于水哦 不能够选说不溶于水 这样子 第二十二体 好还有那个二十三条说 如果气体一开始产生太快 以致吸氯皮内的液体 由季头漏斗上方上升 快要喷出 这个时候最好的处理方式 是下列方法中的哪一个 还是很多个哦 假如说用橡皮塞 塞住季头漏斗 以说由季头漏斗加水 比如说暂时把橡皮管移出水面 丁说季头漏斗加入二氧化膜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哦 就说如果这个 他在想这边哦 画一下这边哦 如果这边的 你在倒那个 二氧 刷上水的时候倒进来之后 他因为压力很大 他这个水能往这边跑 水往这边跑 本来空气要往这边走 因为来不及 然后水往这边被倒灌出来的时候 怎么办呢 对你要把这个橡皮软管怎么样 先拿出来 不要在这里面 就是要拿出来冒泡 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减轻 他水就会下来 所以答案选的就是 好 这个饼哦 你要暂时把橡皮管先拿出来 他就不会冒出来 好看那个 跨科的练习 物质的分离 第二次提 他提问是说呢 在那个一句新闻报导 台南今天的AQI值 已达到止暴 什么叫止暴哦 要不要看 提醒民众呢 不要呆在户外 那副表呢 是AQI值对应健康的影响 请问AQI值代表为何 所谓的止暴等级呢 又是指说AQI值达到多少以上 那幸好我们在席座本身是采生印刷 所以很容易理解说什么叫止暴 对不对 如果是黑白印刷你就看不懂 什么是紫色的 这边是绿色黄色橘色红色 这边是什么紫色 紫色紫色以上就暴了 紫暴 所以超过这以上 那代表说呢 他是怎么样 AQI值 在201到300之间以上 他就指暴 他说以上 所以答案多少以上 所以答案是空气品质的指标 在201以上 所以答案选择就是C 好大家好 再看那个第25题 他说生活中呢 废水若直接排入河川 会造成水域发臭 因此需要经由污水下水道的系统 运送之污水处理厂 进行以下的流程 其中呢 组结垃圾所使用的原理 跟假道物的哪些相同 你看 先组结垃圾 然后再沉淀 生物处理 二次沉淀 进化成放流水 就处理好放出去 那假说呢 他是说 这边阻绝垃圾 一开始这边 一开始这个 把垃圾给隔离下来 他是用什么样的 原理会跟他相同 假说用磁铁在吸铁粉跟沙子 这是磁性的吸引 这不是吗 你说加装冷气的冷气加装滤网 可以减少室内空气的悬浮物 对 滤网是可以过滤灰尘 那跟过滤这个垃圾主角 有点像 所以这可以选 盐田中曝晒海水得到盐 这个什么 蒸发结晶法 对 这个也不是 那丁他说 透过射程分析法 这也不是啊 不用讲了 雨铺满中的滤水器 这个滤水是什么 过滤杂质啊 那跟主角热色是一样的意思 遗物可以选 所以答案选的就是猪 这是第二四五题 二四六题呢 台湾各地圈水新闻频传 水源不足时 有时需要靠地下水填补 既然水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以下哪些珍惜水资源 且能减少对环境影响的 合适做法 这四个里面哪些是合适做法 A要说 假之说 没有A要 假说为了珍惜水 使用后的污水 应倒入临近的河川 你都珍惜水了 你还乱到 那不对 假之错 错了 以下说污水处理厂 处理用的再生水 拿来饮用 那么不卫生 不是不卫生 再生水拿来灌溉 拿来洗车 都很好 饮用是拿来做实用 觉得不妥 不要 那秉他说 规划水资源的使用 落实一滴水 至少使用两次以上的精神 这个倒也是 所以水资源就是说 一个水就是重复再利用 所以有些洗手台 它是跟马桶沖水做结合的 你洗完手 会流到马桶收集水那边去 再来做沖水 所以一滴水至少使用两次以上 这是蛮好的 所以饼可以 铺满水可以拿来洗车跟拖底 对吗 那个就是我们收集的雨水啊 因为它还需要再做进化才能够饮用 可是我们直接拿来的话 可以拿来怎么样 洗车OK 拖底也可以 所以答案丙定是可以的 所以26题 答案选的就是B 好 再来看一下那个素养活动篇 好 他是说呢 这是一个他们的LINE的对话 的样子 不小心画到 我把它回复一下 按错 回复怎么按 清楚 好 擦掉 他说悲剧啊 同事刚不小心把煮好的大小珍珠 全部混在一起了 同事 这什么对话 他是姐姐跟他的对话 他姐姐在上班 他说 要怎么快速分离呢 该不会一颗一颗的挑吧 当然这也有方法之一 混在一起 就把大小珍珠都挑一挑 然后这个时候 他是妹妹吧 还是什么 他没有说 他说 那这个时候呢 应该可以找工具来过筛 过筛 过筛 就是过滤跟筛减 好 我来试看看 终于 终于顺利分好了 他比个赞 他说你推这家饮料店吗 他同事在那边上班 到哪推啊 还可以 口味走浓郁风 只是在夏天喝到最后 味道容易变淡 哈 我们看一下他说 问题一 这个 他说已知大珍珠的直径是一公分 小珍珠的直径0.5公分 则请问下列工具哪一个叫适用于分离大小珍珠 为什么哈 那这个说孔径0.7的漏斗 如果是 但花太多全能 漏七八糟 我怕它吐掉 如果是0.7的话 0.7 不顺手 0.7的话 好 这个时候 0.5能不能过 0.5可以过 1公分 可不可以过 1公分不能过 所以大珍珠会卡住 小珍珠会流下去 奇怪 漏勺 漏勺不是漏斗 漏勺是他那个勺子 他很多的孔洞 其中呢 0.7公分的时候 1公分的大珍珠留下 0.5的被过滤掉 所以当然可以 那他说孔径都是0.2的好不好 都是0.2的话怎么样 全部都留下来 1公分也不能过 0.5也不能过 对 孔径是1公分的漏斗 而这样子刚好大小珍珠都漏掉了 而且漏斗只能够过一个 所以也不适合 那一个塞珠后面都不要过 所以答案选择就是第一个 因为刚好可以区别大小珍珠的颗粒大小 好 再来第二题 有关姐姐遇到的问题 下列叙述 何者正确 对了打勾错达差 那他说 可能饮料还有冰块 所以冰块融化之后 饮料浓度会变低 他有说有没有 走浓郁风 但是喝到最后是变淡 把他画到这样子 把它清除掉 好 他是会变淡的 会变淡 那变淡当然就是有可能是 冰块融化造成的 所以这是有可能 打勾 他说如果再将饮料拿至冰箱冷藏 即可恢复原来的浓度 冷藏 不是冷冻 冷藏 冰块继续融化 所以浓度还是会下降 这就不对了 那三他说 如果拿饮料的一部分 先冰冻成饮料冰块 再加回剩余的饮料中 他说就可以改善味道变淡的问题了 当然是可以 因为你先拿一部分的话呢 他的浓度本身还是比较高 先冻成饮料冰块 然后你再加回去剩余的饮料中 让他的糖度甜度 浓度维持一定 方法是ok的 所以打勾 修正叙述 我这叙述很多了 要怎么修正 你们自己写好了 好 再看那个 阅读区 好 这边有一个提干 蛮长的 然后做个说明 他说呢悬浮在空气中 类似灰尘的粒状物 称之为悬浮微粒 那这个是英文不外面 他就叫pm 通常以微米作为其粒子 直径大小的单位 例如呢 他的粒径小于或等于2.5um 微米的话 就会一般常说的细悬浮微粒 简寄为pm2.5 所以pm2.5就是说呢 他是一种悬浮微粒 然后呢大小是微米2.5 左右 那细悬浮微粒呢 是空气中固态液态物质的混合物 来源呢 可以区分为自然界释出的 跟人为活动产出的 自然界释出的包含像火山爆发 这个难度有 森林大火 这个好像蛮常发生的 人为活动的话呢 像是使用化石燃料 哇这个到处都有 工厂排放废气等等 哇这个也是啊 那pm2.5呢 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体内 会导致呼吸系统发生病变 或肺泡组织吸收这些 会进入到微血管 就是说pm2.5 会跟着我们的血管进来 随着血液循环到打人体的各种器官 例如心脏 那这些悬浮微粒呢 成分含有许多的化学物质 若长久存在人体中 可能会引发心血管疾病 肺癌等 那空气品质指标的 Air Quality Index 好像点亮 他都简称为AQI 那是EGPM2.5等污染物 浓度换算出的数值 提供民众简易 简单易懂 空气品质的资讯 如下表所示 所以当数值越大代表说 空气污染就比较严重 所以人体的健康危害就越大 他体干很强 有时候看到后面前面就忘记了 不过没关系了 我们就从题目里面去看他问什么 那E他说 下列关于PM2.5的叙述 何者是有误 E他说PM2.5是纯物质 那当然很明显 A的错了 为什么错呢 因为它是混合很多一些杂质 它是固态液态的混合物 所以他不对 那B自然界跟人微活动 都可能产生PM2.5 这个对 其他说PM2.5可进入微血管 到达各器官也是有可能 其他说PM2.5可能引发癌症 那也都对 所以答案只有A不对 第二题 市面上贩售的PM2.5口罩 要是利用什么原理阻挡微粒 当然就是过滤 把那个空气给颗粒过滤下来 答案选A 第三题 某日发布的空气品质资讯 结入流土 请问下列叙述 何者是错误的 看这边 他有说这边是什么 这中立 中立刚好在老师的所在附近 AQI154 不健康 他说何者错误 A他说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高时 AQI值会比较大 污染浓物高 污染浓度高 AQI值大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空气污染指数 不要说可以适时佩戴口罩 当然也是可以的 除了他说 可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 这也没有错 除了他说 若改用PPM 表示臭氧浓度 这数值呢 会比38还要大 这个是什么 PPB 11分之1 你把它改到PPM的时候呢 用这个大单位的话 他的数值反而会变小 所以呢 答案选择就是猪 好 那以上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在康熏席做的问题 好 再来呢我们要做的是 男一的席座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 那接着我们要回答 男一的问题 好 请稍待我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好 赶紧回到现场 不然大家以为画面是坏掉了 怎么都没有东西 来 我们继续看一下 现在要上的是那个 我们刚才讲的是康熏 好 现在上的是那个 男一席座 二之三的课程 二之三的课程 这页数是在 第36页 第36页 那我发现男一啊 在这个 我更正 36页 涨过来 从39页开始 男一在这边的题目 他的那个 命题一亮 包含后面的总复习 都比康熏还要多一些 那我们就花点时间来做说明 好 在那个 39页的二之三 好 这边说呢 空气与生活 好 第19页 因为其他体目都大同小异 他说地球的空气组成包含甲乙饼丁 四种气体 而且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占的最多的是氮气 氮气的化学是N2 乙是什么 氧气 氧气是O2 然后呢 饼是亚气 AR 亚气 其他的气体都归类在这个丁里面去 他说下列何者错误 那他说常用于填充食品包装 以避免氧化腐败 是假 假氮气啊 这没有错 他要挑错的 所以这个对 打勾是对 不要选 要挑错 他说乙具有助燃性 乙是氧气 氧气助燃性可以 然后线箱放进来之后呢 他会聚焰燃烧 这都没有错 乙也对 好打勾 他说丙的话呢 化学性质活泼 也不是吧 这个丙是AR是亚气 对 亚气他是个钝气 惰性气体 他比较不活泼 所以后面也都不对 所以错了答案 选的就是C 那他说丁包含空气中最轻的气体 最轻的气体就是氢气 氢气是H2 而第二轻的是亥气 H1 那这两个呢 都是比较轻的气体 最轻是他 所以丁是包含其他所有的一些气体 包含像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然后都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也对 所以错的只有这个 答案选C 好那个第二次提 关于下列气体的叙述 何者正确 他说甲 甲是 这是体主吗 不是这不同体 这个甲跟这个甲 这没关系 他说甲描述说 氦气的密度是所有气体中最小的 不对 最小的是氢气 H2 氢气 这个氢气 他的化学师是这个 以他说氮气是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气体 没有错 将近78% 所以这个乙可以选 乙可以选 打勾 这错 那焊结石呢 诶 我勾错了 是乙才是对的 焊结石可用氧气 避免金属氧化 这也可以 乙丙都对 亚气是AR 对 那丁他说奶气可帮助燃烧 助燃不对 这个是盾气的一种 不助燃 所以乙丙对 答案选的就是B 好 再看下一题 第二十一题 在甲乙丙三个管口瓶中呢 各装有一种气体 进行六表的检测 如果气体分别是氮气 氧气 二氧化碳 这三种 就甲乙丙啦 谁谁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个是氮气 一个是氧气 一个是二氧化碳 那甲乙丙三瓶中的气体分别为下面哪一项 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甲很难融于水 加澄清石灰水 诶 有没有反应看一下 混浊的这一个 对过来就是二氧化碳西游图 所以乙是二氧化碳 好 再来呢 助燃跟不助燃 剩下这个氮气跟氧气可以选 氧气有助燃 有 所以甲就是氧气啦 那这个饼就是氮气的 南融于水 加磁灰水没有反应 而且不助燃 所以他说甲乙丙的气体是谁啊 氧气二氧化碳跟氮气 氧气二氧化碳氮气 大家选的就是A 这是第21题 好第22题 二氧化碳的实验装置图 如幼图 关于二氧化碳的一个自备干性质 下列叙述何的正确 我们在制作二氧化碳的时候 是把这个 这边会放什么 放的是这个贝壳 贝壳 蛋壳 各种壳 什么大理石也可以 一般都写大理石 那主要是因为它还有成分是碳酸钙 叫CACO3 有这个成分的碳酸钙了 包含像贝壳 蛋壳 大理石等等灰石也可以 就倒进来 底下放着 这边要滴什么 这要滴西岩酸 西岩酸化学是HCl 所以可以慢慢去了解一下 倒进来之后它产生反应 二氧化碳冒出来 然后从这边就收集它 方法叫排水集气法 它说两个正确 它说途中加一两物质 分别是西岩酸 跟二氧化碳 错 这个乙不是二氧化碳 乙是碳酸钙的成分 可以是大理石 贝壳蛋壳 都可以 那比他说二氧化碳易溶于水 不对 是不易溶 所以不对 那西岩说提高温度的话呢 可以使二氧化碳气体在水中容易收集 提高温度可以提高它的效率 但是并不会让它容易收集 那答案甚至了 二氧化碳 他说不助燃亦不可燃 密度又比空气大 所以可以利用二氧化碳灭火 我们有一个灭火器 就称之为二氧化碳灭火器 可以的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这是第二十二题 好翻过来看那个第二十三题 这一题的题目的描述比较大 比较比较多东西 来我们看一下 实验室有四个钢瓶 加一比0 它说内装的气体可能 可能是二氧化碳 可能是氧气 可能是氮气 可能是氮气 也或者是氦气 这四个里面 哪四个不知道 是加以丙丁 二氧化碳 氧气 氮气 氮气跟氦气 为了正确判别 这个钢瓶中的气体 所以将钢瓶先标示 加以丙丁 再分别取适量的气体 进行下列步骤 那步骤一 在装有加以丙丁的 管口瓶中 都插入点燃的现象 只有丙瓶 它燃烧更剧烈 那饼 大家怀疑它 就是什么 O2的氧气 才有办法这样子 好 再来步骤二 加以丁的管口瓶种 分别以成青石灰水 只有钢会产生混浊的现象 代表说这钢装什么 二氧化碳的 所以钢是CO2 那乙丁还没分出来 乙丁的话呢 分别充满两颗气球 只有丁气球是往上飘浮 往上飘浮的这个丁比较轻 这里面比较轻的只有这个氦气 氦气是第二轻的气体 它也是一种钝气 惰性气体 不选人家发生反应 所以这个丁就是氦气 氦气是H1 那无法飘起的 是要是谁 是要氦气还没有写到 所以乙是氦气 他说 以这个结果判断呢 哪一瓶呢 它占空气的含量 就是我们大气含量 大约是四分之五 就80% 什么东西会占了80%大气冲 而不是氦气 所以答案选的是E 所以这里答案选的是B 氦气占了全部的将近80% 78% 将近80% 好 二四题一样题目都比较长 我们陆续来看一下 好 说做双氧水的制氧实验 将不同的体积的双氧水 跟水混合反应 并用码表记录 集满一瓶氧气所需要的时间 实验的记录如下表所示 那关于此实验的叙述呢 何者是正确的 那A他说 二氧化猛是这个实验的反应物 他要挑正确的 反应物跟生成物 反应物的话呢指的 他其实是那个双氧水 那生成物就是氧气跟水 所以这A不对啊 B要说水的量增加 氧气的总生成量一增加 呃水的量增加 氧气的总生成量会增加 我们知道说这个氧气的产生 他是跟双氧水有关系 你双氧水给的越多 他的量就会越多 所以才会说你看 4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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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毫升的双氧水 在10毫升的水之下 他只需要50秒 那是呢 10毫升的30%的双氧水 你水给那么多 但是他要装满一瓶氧气 需要200秒 是不是时间更久 对 所以他说水的量增加 会让产量增加 这边看不出来 那希拉说 酸氧水浓度会影响到氧气的生成速率 这个对了 哎这个不对 但浓度就不对 那为什么不对 浓度都没有变呢 这全部都是30%的 所以浓度 所以你说这边30 40 50 60% 不一样才会看得出差异 那浓度都一样不行 那就是他说 西绿瓶中的溶液的总体积 是影响这个氧气生成速率之一 西绿瓶中的总体积 会影响到氧气生成的速率之一 浓度 浓度 会影响氧气的生成效率 浓度会影响 这句话是对的 这实验看不出来啊 为什么这样说 来来 这第一题答案应该是西没有错 因为其他错的更离谱啊 为什么我说这个地方 其实跟题目意思 我觉得不大不大不大相干 你要看浓度 就必须要给浓度不同的 甲乙饼丁去做比较 但是体积要一样 那他说浓度会影响到氧气的生成速率 事实上我们发现 他是双氧水的体积给的越多 但是给越多不代表越浓啊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 他有一个命题上的瑕疵 这是我说的我负责 为什么这样说 再说一次 因为这个甲乙饼丁 这四个的一个实验里面的话 你发现浓度都相同 他只是体积不一样 那体积不一样 但浓度相同 你怎么会说浓度影响他的生成效率呢 你只能够说 他是双氧水给的越多 他的生成速率就会越快 那这边的选项并没有这一个 所以老师当初把答案排除掉了 我刚才看一下解答 你老师拍那个解答 我来看 他答案是选C 那我觉得这C答案 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合理 好给同学去思考一下 你可以问一下老师 为什么要选这个答案 他是有他不合理之处 好看那个第二四五题 二四五题他说呢 那地球干燥的空气组成气体体积比例图 图二呢 是小能自备某种气体的装置 四一图 他收集的气体呢 应该是哪一种气体 你看二氧化猛 你看这边 双氧水 会冒出什么 氧气 那氮氧亚的氧占了21% 所以大家选择就是 那个三大多的气体要记一下 氮气将近78% 氧气21% 雅气0.9% 那稍微记一下 那分别是 这个是氮气氧气雅气 好看那个第二十六题 关于这个氮的去说 来记得氮氮 氮氮是一种存物质 氮氧 第二个 B他说 含氮肥料可帮助植物的生长 这个也没有什么大错 那Super说 氮氮是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气体氮气 大约是78.1% 那主 plants说 空气中的氮含量固定 所以空气是一种锌物质 就错啦 答案选出 一般的空气都不是纯物质 除非你是说氮气 那你特别指定氮气 它是纯物质 它讲的是空气 这空气包含很多的杂质 就不是纯物质了 所以答案出不对 好看那个素养的这条说呢 有一瓶如幼图标识的啤酒 关于这一瓶啤酒的叙述核证据 看一下它的原料 大麦压烹 含酒精4.5公克 酒精4.5公克 看不出来 为什么因为也不对了 它是说它是0.6公升 酒精浓度是体积百分浓度 占4.5% 不代表说酒精占4.5克 那酒精含量4.5毫升吗 这倒可以算一下 你看酒精含量4.5毫升 酒精含量27毫升 这两个答案在打架 有可能都错了 那其他说含0.6公升的酒精 那一定错的 因为这个不是纯酒精 它只有4.5%的酒精 所以这C也不对 所以A跟C不对 那是个B跟猪啦 首先 这个0.6公升呢 它就相当于什么 600毫升 那你说这边几% 4.5% 就是乘多少 4.5% 对啊 4.5% 那00花掉 那6乘4.5多少 6530 0进3 就是20 27.0 0不要它 27毫升 所以答案选择是猪 所以这个皮装里面呢 它的纯酒精就占了27毫升 好 看那个第二题啊 他说呢 小男准备上台演出 老师要他 啊这里很重要 这一打型号 棒棒题 很多人会选错 老师叫他深深的吸入一口气 缓和紧张的情绪 这个时候呢 这一口气中含量最多的是哪一种 好 答案选哪一个 来 很多人都 诶 话太大 话错 不好意思啊 很多同学选这个 氧气 我们不是要吸氧气吗 实际上我们的空气中 它含量最多的是这个 叫做氮气 将近占了78% 所以那一口气里面 78%是氮气 所以深深的吸进来这一口气 诶 这个含量最多 甚至它吐出来之后 一样这个最多 因为它占了78% 没办法给你 都直接就变 变得说氮气 变多也是不会的 好 所以答案选的是氮气 那选的就是猪 含量最多的都是氮气 我们吸气跟吐气 含量最多的都是氮气 那氧气 那怎么样做比较呢 这个东西 氧气的话呢 我们吸入以前含量比较多 那呼出气体之后呢 它会变少 因为一部分被用掉了 对不对 好那CO2L化碳呢 我们吸气的时候呢 这个含量比较少 那呼出的气体呢 这含量会变得比较高 因为它的浓度会增加 但是呢 这个氮气是最多的 所以一样 答案选的是猪 好 好那个第三题 他说茶叶的成分呢 是包含这个 有什么 茶多酚 维生素 糖类 可融于水而形成分发的茶汤 以茶叶 这绿子包装 如土 这绿子包装 这里 然后呢 下列个的错误 A他说糖类在水中溶解是属于化学变化 溶解这一个除非有产生化学反应 才会有化学变化 那溶解的化学反应基本上有几种 它是温度会提高 上升或下降 甚至说颜色的变化 不过这边的这个糖 他讲糖类 糖类的溶解 那就是很一般的物理现象 就绝对不是化学 所以A就错了 那其他都对 茶汤是混合物 茶多酚维生素糖类 因为颗体小 可以透过水穿透茶包 这样泡茶才能喝 如果无法穿透 就不能够泡来喝 那取得肠糖的过程 包含溶解和过滤 这都是对的 所以答案只要A错 好第四条说 他泡了两杯相同 温度相同的盐水 结果发现甲杯比乙杯咸 你会发现甲这边 他盐巴还沉淀 乙杯是没有的 这边有沉淀 那他把这两杯混成饼杯 结果饼杯又发现 还有一些没溶解的盐 这边还有盐 他说甲乙饼的浓度大小关系 那你先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饱和的 有 甲是饱和的 对不对 饼也找饱和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溶解吗 吃不下无法溶解就饱了 所以这两个饱和 饱和浓度都相同 一定都比乙大 所以甲等于饼大于乙 答案选的就是C 第四题 第五题 他买了一个500公克的果糖糖浆 包装外有一张标签标签标示成分如图所示 这边有写 他说这个糖浆中的果糖含量是多少 你看他这边就要写 他糖分占了75% 水分25% 那糖里面呢 又有果糖80% 葡萄糖20% 他问说果糖占多少 果糖是80%的这个 而你要注意 不是把500克乘上80% 而是说你这500克里面 他其中75%才是糖 所以要先乘上75% 那乘完之后呢 那都是糖里面的80%是果糖 所以要再乘上80% 一次一次来 好那我先把这个两个零都化掉 化掉之后呢 那就5乘以75 不要5乘80比较快 5乘80不就400 好所以要变成了75乘上400% 对 因为5乘80变400 两个零化掉 那75乘以是多少 4520 血淋金2 4728 加2 30 300 所以糖含量多少克 果糖含量多少克 答案300克 好 第六题他说 搭载仪器 以共观测气象的气球 最好使用是在核子填充 比较不易发生爆炸 也说后 我们有几个气体 是氢的气体 这两个 氢气跟氦气 那氢气是H2 氦气是H1 这个是惰性气体比较稳定 第二氢的气体 而是比较安全 所以答案选的是B 那那个氢气的话呢 它本身是可氦 氦酸会有爆炸声 所以它不是当作一种气球填充用 所以答案选B 好它那个体组的第一题 这边在做两面就下课 就把那个买衣的整个都做完了 来 椅子坐会笑 呱呱叫 来塗 连那个T组一样 三聚氢胺呢 它俗称蛋白金 无骨精蛋白金 亥人精蛋白金 这种白色无味的化工原料 常用于制造米奈米餐具 建材涂料 又表的是三聚氢胺的部分性质 什么性质看一下 密度在这里 溶点在这里 20度C溶解度在这里 三聚氢胺本身是低毒性 一般成年人身体可排出大部分的三聚氢胺 不过与三聚氢胺病 三聚氢酸病用 会形成无法溶解的氢尿酸 三聚氢胺造成严重的肾结石 甚至危及生命 那所以呢 三聚氢胺并非合法的食品添加剂 不可添加在食品中 依据提议回答下列七道实体 好 那个第七条说 上文有关三聚氢胺的性质 都是属于物理性质吗 简要说明之 那这边讲的话呢 都是物理性质吗 看一下 好他说都是吗 这关键在是都是吗 来都是吗 我把他确认 都是吗 密度不是 总点不是 总解度不是 那那还有哪 哪些是化学性质 要都是物理吗 如果都是就写都是 但是也要找个例外的 哪里有例外 好这边 他说跟三聚氢酸并用 会形成无法溶解的氢尿酸三聚氢胺 这个就新物质了 所以就不是 因为它会起化学变化 它会跟这个三聚氢酸 这个东西会起化学变化 那巴哈说 你认为三聚氢胺在室温时 应该呈现哪一种状态 它是存物质还是混合物 好在室温时 室温时 溶点是250度C 代表说你要到达这个温度以上 它才会融化 对不对 所以在室温的时候 它会呈现什么态 答案你要写固态 那它是存物质和混合物呢 答案写的是 你要写存物质 例如在哪边 因为它的融点 我们注意到 融点这边 融点是固定的 存物质的特性 融点会固定 它不是一个范围内 所以答案选的是存物质 好第九题 它说 小南将五公升的水煮沸后 倒入一大包的三聚氢胺 完全溶解后自然冷却 倒入十度C 从锅中生成的三聚氢胺 结晶共十克 那假设不考虑水的蒸发量 它倒入废水的三聚氢胺 多少克 它本来倒多少 才会说冷却到二十度C的时候 结晶还有十克 十克没溶解 对不对 那你要想 这五公升 五公升里面 二十度C的情况下 它到底溶解多少克 就回到这边来 溶解度什么意思呢 每一公升可以溶解三点一克 五公升溶几克 一公升三点一克 五公升呢 三点一乘五 所以答案是十五点五克 问题呢 这十五点五克是溶在水中的 对不对 还有这十克没溶解 还要把它加进来 所以十五点五加十 二十五点五 答案选择是B 它的一开始的三聚氢胺呢 一共到了二十五点五克 好 第十题要说 多奶粉的事件呢 是因为奶粉制造商在婴儿奶粉中 违法添加了三聚氢胺 卫福部曾经订定人工食品添加 标准是二点五ppm 百万分之二点五 六十公斤的成人 累积超过三十毫克 会有致命的危险 他说如果我持续摄取 浓度是2.5ppm的毒奶粉 累积到几公斤 可以导致致命 这时候我就把公斤变 公斤变功克好了 公斤变功克变好克 一公斤 一公斤后来 一公斤是 一千克 一千克里面呢 他的毒奶粉占的是百万分之二点五 所以给他乘上这一个百万分之二点五 一百万分母会有六个零 分之二点五 好那乘出来之后这两个零化掉 对不对 变成千分之二点五 这一位小数 这三位小数 所以一公四位小数 0.04位小数 0.0025 0025 这单位是 一公斤 有一千克 这单位是克 对不对 好那再来呢 这单位是克哦 然后说六十公斤的成人 累积到三十毫克 会有致命的危险 这次克不是好克 所以把它改为好克 一克 好每一克 一克会有一千毫克 我把它变好克哦 再乘一千 乘一千少掉三位小数啊 变成二点五毫克 2.5毫克 你看哦 对比方说我每一公斤 每一公斤的毒奶粉 一公斤毒奶粉 它会有2.5毫克的这个三聚氢氨 那一公斤是2.5毫克 超过30毫克会有生命危险 我就用这30毫克去除以2.5 看有几个一公斤 对不对 那除了时候呢 上下去乘以10啊 25分之300 那这样五月份哦 五月份的话 525 这边是60 60除以5 答案是12 要12个2.5毫克 才会凑到30毫克 那你要12个2.5毫克 就要12公斤 12公斤才有办法 所以答案毒奶粉 累积到12公斤的时候呢 它就会到达了30毫克 那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答案选的是C 好那如果说 这个也是数学问题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要超过嘛 其实12公斤是刚好对于30毫克 还没有超过啦 有比较细微的做法 应该怎么样 答案要挑12公斤以上 以上是答案选猪哦 没有呢 它答案给的是C 好吧 所以这个是理化题不数学题 我们就不拘泥那种 很细微的一些描述哦 所以答案选C哦 不过照理说 跟你讲 如果这里是出现在数学题目里面的时候 因为关键只是超过 我们拘泥那种小细节 超过哦 你这个12公斤的奶粉 是刚好30克是没超过的哦 没超过是没事的哦 对不对 你这样子啊 所以答案要选猪啊 所以这挺好玩哦 如果这里出现在数学题 答案请你选15 这样才好超过 那我现在学的是理化了哦 那就不拘泥这么多啊 反正就是12哦 所以这题也不好 这什么版的呢 好 南一版 好来 继续 好 看那个下一题哦 好 各位使用南一版的 好 我们继续来讲解来 那小男他说呢 为了探索不同的固体对水的降温效果 这什么意思哦 水降温 他设计一个实验 他说 在室温下呢 取了4支干净的试管贴纸贴标签做试别 每一个试管都先放入5克的水 因为这一题我刚才看我看不太懂了 他还懂他原来是病题的意思了 所以这题对你们小朋友来说 学生来说 你要看懂他题目意思为什么这么做 就跟你讲他这样子哦 所谓的不同固体对水的降温效果 当然是水的温度会比较高 假设他的水温一开始都给他30度吸好了 这温度很高对不对哦 那我就放1克 1克什么东西呢 物质啊 什么物质他没有讲 你变得抽象 假设我放的是那个铜好了 铜块 铜是金属啊对 那放进来之后他会不会降温 他会让这水降温对 我放1克的铜 2克铜3克的铜 或是放他可以 他有说他要溶解这样 同步的溶解不行 这烂东西 他说 今天完全溶解哦 那要早可以溶解 比如说是放什么食盐 然后你放食盐呢 食盐溶解会吸热 然后温度会下降 所以放1克的盐 他就放2克放3克放4克 去做做比较 他在这意思哦 然后分别呢 以物体的乙丙丁取代钾 重复这个步骤 看这个表格哦 夹乙丙丁对吧 分别怎么样 那夹了 夹1克 2克 3克 4克 降低的温度 是降低的 降低的温度是越降越多嘛 所以1克 降10.5度 到2克的时候 2克到4克 都只有降12度 代表说 你甲加2克3克 2、3、4克 效果都一样 他只会降12度 那乙的话呢 它是加热 放到3克4克的时候 都降10.5克 好 这个意思了 好 看来 第一题 以不同的曲线来分别 可以表示甲乙丙丁的4种固体的降温效果 则下列个图形 何者可以表达的实验结果 所以呢 假就看假的 像这边都是假的 假就看假的啊 乙的就看乙的啊 对 各看各的啊 然后看谁画出来是对的 对 好了 你看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先看那个答案好了 A B C D 他的丁丁丁丁丁都一样 对 那丁画的方式都一样 丁不要理他 来看假 假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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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要降话 假会两个不一样 这两个假 这两个作品叫假不一样 后面这个假是三个都一样的 那有没有一样 假的这边哦 放2克3克4克的时候 它降低温度都是12度 所以是水平线嘛 那这不是啦 这不是 这个也不对话掉 打算 剩这个B跟猪答案在挑 那B跟猪的答案挑插哪边 插在这边 这个是饼 这个是乙 所以放一个 放1克的时候 放1克的时候 饼是12.5 放1克的丁是14.2 14.2是比较高耶 所以丁会比较上面嘛 对不对 假跟饼看错了 不是丁看哪去 是假饼 假是10.5克 那饼是12.5克 哦 以饼呢 我在讲什么东西 见鬼呢 以饼以饼呢 我刚刚说这个钉没问题 假没问题 是以饼在做比较 以饼做比较 还有看的本帖 以这个是7.0克 以是7.0克 然后饼是12.5克 所以以会比较低啊 以比较低比较高 所以答案选哪 答案选出 这题刚刚见鬼 再看那个第二题 再次我想呢 分别放入5克的水中 则加入的哪一项固体 所得的水温会最低啊 好 1克的甲 1克的甲在这里啊 10.5克 2克的饼 8.5克 3克的饼 10克 4克的丁 13克 14 讲错不是克啦 1克的甲 10.5度 2克的饼 8.5度 3克的饼 10度 4克的丁 13度 13度 这个就温度降的比较多啊 所以答案选的是足 好 在5克的水中呢 比较加入溶汁的降温效果 何者最符合小男的实验结果 因为他说 对不同种的溶汁而言 当溶汁为1克时 假的降温效果最好 我在放1克的时候谁比较好 1克的时候 假是降10.5度 乙是降7度 乙是降7度 饼是降12度 12.5度 丁降的是14.2度 那发现是丁放1克比较好啊 对 所以这个也不对啊 应该是丁 那比较说 对不同种溶汁而言 当溶汁为4克时 乙的降温效果最佳 我们挑4克 假4克12度 降12度 乙4克降10度 丁4克降10度 丁4克降13度 一样丁比较好 所以丁4克也是降温效果最佳 不对 那现在他说 同一种溶汁而言 当溶汁为4克时 降温效果最佳 降温效果相等 你会反正 你会反正 降温效果最佳 降温效果相等 你会发现后面的三四三四三四 温度都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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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所以答案选的就是诸 好那以上呢 那这边是那个我们在做那个南伊的一个后面二之三到最后的一个题目的题组练习哦 所以整个就是八年级的理化课 包含康逊跟南伊德西做的进度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再来就断考之后 我们再去上这个第三章的课程 或者是说我们下礼拜有空再来安排那个汉林的课程 因为汉林的课程一直还没上到 所以下礼拜 那下礼拜来跑了 我去找一下汉林德西做 好找到之后再来跟各位做教训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今天上到这里了 拜拜 我切换一下音乐哦